根据路透社6号的报道说 中国商务部当天宣布 中国企业已经暂停购买 美国农产品 这冲击美国农业 令本已在中美经贸摩擦当中 吃尽苦头的美国农民的生活 更加雪上加霜 据报道 美国农会联合会会长 齐皮杜瓦尔称 中方暂停购买美国农产品的做法 给美国农业一顿胖揍 数千名美国农民的苦日子 还将每况愈下 报道还称 中国当前对猪肉存在巨大的需求 美国猪肉生产者协会表示 尽快搁置经贸争端很重要 这样美国的猪肉生产者 才能抓住出口猪肉的历史性机遇 路透社说 中国此前对美国大豆加征关税 已经令美国最重要的农产品出口 遭到大幅削减 对此 美国政府不得不出台纾困政策 拨款上百亿美元补贴农民 美国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 中国2018年 进口了91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 主要是大豆 牛奶 高粱和猪肉 而这个数字在2017年为195亿美元 中国在2018年 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量被腰斩 路透社还报道说 受中美经贸摩擦持续影响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期货价格 上周跌幅超过3% 并在5号触及6月12号以来的最低位